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色的反而一下子平和下来 淡淡说道 好 很好 没想到竟将我逼到这种地步 本来我以为这世间除了元英七那些老鬼之外 接单七中根本不会有人是我的对手 但是现在看来还真的是有些坐井观天了 不过这也好 现在就遇见了你 也算是我的运气 否则等你进入了元英七之后 想灭掉你 可就棘手多了呀 眉间多出一个金角的温天人 仿佛一下子充满了自信 原先隐藏的一丝惊慌 消失得无影无踪 杭丽脸上不露声色 但是神人石啊 早就在对方身上一扫而过 结果呢 温天人除了眉间多出了一个怪角之外 并没有出现修为暴涨或其他的怪异变化 杭丽眉头一皱 心中暗起了一丝疑惑 更加紧觉起来 他可不觉对方刚才的言语只是虚话而已 这金角肯定有什么鬼名堂在里面 还没有到杭丽心中解惑 对面的温天人就两手一张 从衣袖中一连射出了八团金色火焰出来 这些金色火焰 拳头般大小 光滑灿灿 耀眼夺目 飞快的围绕着温天人滴溜溜的旋转了起来 见对方又从身上放出了什么东西出来 韩丽心里叹了一口气啊 有点郁闷和窝火了 他清楚得很 自己啊 身上虽然宝物这么多 在童节修士中呢 怎么算也是屈指可数 但和对方相比的话 肯定还差得不止一筹啊 毕竟你想啊 人家什么身份 他是逆兴萌的少主 魔道第一传人的显赫身份 想得到一些宝物自然是轻而易举 他可不能继续和对方一一的拼比宝物下去 这不是等于两人夸父吗 他可没有那么大的家底啊 必须想个法子 要么困住对方 要么一击必杀 韩丽不知道 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啊 他对面的温天人脑子几乎浮现了一模一样的念头 他同样对韩丽藏出不穷的手段 感到了有些畏惧了 因此他此刻索性也不再用其他的宝物 直接施展出了压箱底的杀手锏 就八团金色火焰出来了 此刻他们光焰一息 现出了八面纯金般打造的古镜出来 这件这些镜子呀 八点般大小 一面光滑如水 引有金光流动 另一面的皱皱巴巴凹凸不平 显得是丑陋不堪 韩丽看到此景 眼中一色一闪 隐隐的觉得这些古镜 好像听说过似的 但又一时间 却又没想起来 八门金光镜 一声惊呼传来 歇着啊的一声 声音戛然而止 韩丽一浪之下 目光一扫 竟是那绝色少女 单手掩住杏纯 一脸金融的望着那些金色古镜 八门金光镜 韩丽一思量这个 有些熟悉的名字 往人间想起了这些小镜的来历 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整个人只往下沉去 既然我的女伴 已经叫出了这些镜子的来历 想必你也知道他们的厉害了 到现在 你可以死而无憾的去死了 温天人略一偏头 大有深意的 瞅了一眼紫灵仙子 就回过头来 冷冷说道 他眉宇间的金角 光滑一闪 一道纤细金光突然喷出 一下子 射到了离他最近的一面镜子上 然后飞快的 又弹射到隔壁的小镜子上 转眼之间呢 弹射了八次 每一次弹射完之后 金光就壮大几分 当从最后一面 金镜上弹出来的时候 金光已经变得 有如婴儿般手臂粗细了 哈利这个时候 面色紧张 眼睛眨也不眨的 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手中呢 更是紧扣住了红黄两色的 狼手欲如意 同时啊 背后荧光一闪 两只银白色的翅膀 浮现在了身后 八门金光静 对方怎么会有这种逆天的东西啊 哈利的嘴角已经露出了一丝苦笑 在想起此物的来历之后 他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 绝不能应接此宝啊 和这种传说级别的宝物硬扛 除非脑袋坏了 被驴踢了 脑子进水了 才会做这种蠢事啊 这八门金光静 可是灭掉过一代新宫之主的 决定法宝 曾经随意为功法通全的修士 威灯过整个乱星海数百年之久 而这修士以一人之力 对抗整个新宫势力 而不落下风 是当初货真价实的 星海第一修士 而他能有这么大的名头 最主要的呀 当然是这天静散人修为之高 在当时冠绝整个乱星海 不过他本命法宝八门金光静的威力之大 也是世人皆知 甚至在当时啊 被称为乱星海第一攻击法宝 邀想当年死在他静下的修士不计其数 就连那元英气的修士也足有五六位之多 葬送此下 可见这个法宝的恐怖 当然了 温天人的这八面镜子 肯定不是当年天静散人之物 是炼制出来的复制品而已 因为以温天人的修为 不可能预计驾驭得了内主威力无穷的法宝 恐怕只要将那法宝一吸入体内 就会被那强大的威能撑破了躯体 否则要是真品的话 韩力想也不会想的 就会马上开溜了 根本兴不抵什么对抗的念头 可是即使面对着威力大点的复制品 韩力也没有一丝应接的想法 毕竟当年乱星海第一攻击法宝的名头 实在是太吓人了 那实在不行啊 他就准备借用风雷翅的速度来暂避锋芒 他对风雷翅的雷顿之速 还是有几分信心的 所以虽然心里边紧张 倒也没有流露出慌乱之色 这个时候温天人那边金光 经过最后一面金镜的反弹之后 一下子聚成一团 头颅大小的金色光团 悬浮在了他胸前空中 并且忽大忽小的闪烁不停 仿佛随时都会爆裂开来的样子 温天人毫不迟疑的冲光球一招手 光球搜的一声立刻飞到了手掌之上 温天人单手拖着这个光球 望了一眼对面的韩力 目光落在了他背后的翅膀上 脸上一丝古怪之色闪过 但随后就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后面仗立的紫灵仙子 望了望温天人梅雨仙的金角 再瞅了瞅韩力背后的银翅 觉得后里边有些发干 满脸复杂的神情啊 这两个人的一番激动 可真是让他大开了眼界 根本不是普通修饰可以比的呀 而眼下双方都拿出了绝招 显然要分出个生死来了 在这紧张的气氛之下 此女不禁屏住了气息 只是默默的注视着不言语 至于说他心里头到底希望哪一位能够获胜 恐怕呀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咯 温天人动手了 他将手中的金色光团忽然往胸前一横 接着另一只手轻轻的在上面一拍 两只手掌上下合击之后 光团碎裂开来 无数拇指般大小的光球四箭飞出 但是却诡异的一眉不露的射进了八面小镜之中 顿时啊 仙镜同时光芒大盛一阵的颤抖 从镜中喷出八道碗口粗的金色光柱出来 这些光柱几乎在刚从镜中射出的同时 下一个就到了韩丽跟前 速度之快让韩丽也为之色变 扑扑之声接连传来 最外层啊 数十道用剑影风光术幻化出来的剑光 在刚一和这些光柱接触的瞬间 立刻化为了乌有 即使那些轻竹风云剑的本体 被这些金光一冲之下 通体青光一闪之后也毫无招架之力的被击飞了出去 不能阻挡这些金光分毫啊 后面的五行巨环 瞎光一闪倒是稍微阻挡了片刻 但是随后呢 就发出了哀鸣之声 海峡狂闪 巨环就在韩丽眼前寸寸的断裂崩溃 化为了无数的粉末 韩丽脸上浮现出了骇然的表情啊 同时心里头有些痛惜起来 臭五行环 对付修为高的修饰起不了多大作用 但用来对付低阶修饰 却是无往而不利 非常的趁手 真是有些可惜了的 眼见这些犀利无比的金光 冲破了巨环 就要到了最后一层的光照之上 韩丽却轻叹一声 背后雷鸣声一起 风雷翅 微一煽动之后 人呀就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而八道光柱 从他原来站立之处 一下子洞穿而过 下一刻呢 韩丽默然出现在了数十丈远的另一处高空 同时雷声再起 人又一次消失不见 温天人见死先是一愣 但是随后脸色一变想起了什么 脚下赤火一闪之后 人苏力声倒射飞出 转眼之间就顿到了不远处的另一个地方 而在他刚一离开的瞬间呢 韩丽则恰好出现在了他原来的位置之上 同时一只手上青色剑芒闪动 脸现一丝惊讶之色 但是随后他毫不客气的再次在轰隆隆的荧光中不见了 温天人这一次并没有飞顿而逃 但眉宇间的金角呢 再次射出一道金光出来 八面小镜则同时飞天而起 镜面朝下 金光飞进其中一面之后 八面则同时低迷一下 然后无数道金光从镜中扑天盖地的喷射而出 往其四周狂照而下 结果在温天人身后十来丈的地方 韩丽的身形出现 无数道金光立刻一卷而上 将韩丽死死困在其中 韩丽脸色大变 急忙催动身后的风雷去 可身处金光中的他身形如同凝固了一般 根本无法移动风嚎啊 于是韩丽想也不想的双手一挥 两口飞剑脱手射出 照着四周的金光就一阵的狂砍乱劈 金光纹丝不动 韩丽心里已沉 急忙又一张口 一道粗弱手指的金壶狂喷而出 四周金光微微一闪之后 仍然是若无其事 这个时候金光和护体的红黄两色光照 交织到了一起 光照开始晃动不已 近似要被这些金光洞穿侵入的样子 韩丽脸色花青的手中如意猛然一挥 灵力注入其中 原本红黄色的护体光照 光芒大盛 随后颜色竟开始改变 片刻之后竟化为了银光灿灿的颜色 顿时啊 那些金光再也无法前进瘋毫了 温天人见此 并没有流露出意外的表情 反而脸上争鸣之色一闪 两手一掐法绝 八面小镜 默然往韩丽头顶冲去 金光四射化为八团金色火焰 出现在了韩丽头顶 这个时候啊 温天人的面孔之上 呈现郑重之色 双手不停截着各种复杂至极的手印 同时的口中传出了低沉咒语之声 随后他一张口 树团金血接连喷出 每喷出一口 他的脸色就苍白一分 当八口金血一一喷进了金焰之中的时候 他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无比 一丝血色都无法看到 可是那八团金焰 瞬间是火光冲天 威力被封起来 能死在传闻中的金光神院之下 也算死得其所咯 凭你的法力修为 能在神院中存活一时三刻 就算你的本事大了 温天人冷笑着望了光照人的韩丽一眼 阴森的说道 接着呢 他不再迟疑的朝空中一点指 韩丽头顶的八团金焰 顿时先后坠落而下 韩丽呢 马上被熊熊的金色火焰 淹没在其中 温天人身形一化 化为一道金光飞顿到了火焰之上 盘膝坐下 然后他双手截出一个奇怪无比的手印 眉宇间金角射出一丝淡若不见的金丝 直接飞进了下方的金焰之中 和韩丽周身的金光连结一起 同时缓缓闭上了双目 火焰中的韩丽这个时候反而冷静了下来 盯着周身的金光和金光四周的金焰 一脸的凝重之色 这金焰一出现之后 他周身的灵力 以刚才四五倍的速度 从身上狂写而出 否则那银色光照立刻不稳 即将崩溃的样子 这样看来 对方是享用这金色火焰 将他灵力耗尽 然后再活活的 将他炼化成灰 若不是他在外海的时候 偷控参悟出了狼手如意的 护照加强之法 恐怕呀 瞬间就会小面不保了 而这金光神焰的威力 似乎也是非同一般 虽然说比不上那前蓝冰夜 更无法和修罗圣火相比 但是想必 也不在那基因的天都湿火之下 韩力心里头暗自分析着金焰的威力大小 若是普通杰丹后期修士 被这金焰团团困住 想必真像温天仁所说 根本无法支撑一时半刻 但是 韩力却有所不同 此刻呀 他望着周围的金焰 眉宇轻轻的皱了一下 单手往储物带上一拍 手掌上多出一个小瓶子出来 望着小瓶子 韩力不禁轻叹了一口气呀 这刚到手的万年灵夜 恐怕又要保全不了多久了 说起来也好笑 他若没有从袁瑶手中得到这些灵夜 恐怕眼下多半是个死局 但是同样的 若不是为了想要这些灵夜 他也不可能遭遇这位六道船人 从而落到被困的下场啊 这让韩力心里头有一种 古怪至极的想法 现在看来 他似乎处在了下风 但是 拥有半瓶万年灵夜的他 其实根本是有恥无苦 相反的 不论困住他的金光 还是熊熊燃烧的金焰 温天仁都不可能 一点代价没有的施展出来 对方和他拼到起修为耐力 反而是韩力取胜的机会 到了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331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